快跑 快跑 快快快 上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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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快点 快点 快 快点 快点 慢点 三阿哥 咱们快点吧 乘客时辰到了 要是晚了 我爹又会罚我的 我要是生一场大病就好了 那时候魏师傅才会让我 宝宝地睡上一觉 三阿哥 生龙活虎 鸿福齐天呢 我饿了 阿哥 咱们得先念书 后进山 这才能把学问消化咯 您是皇子 您不是老百姓的孩子 那百姓孩子才惦记着吃 皇子 要惦记着读书 百姓孩子能睡懒觉 我不能 那百姓孩子要种地 也睡不长 种地苦 还是读书苦 种地人说种地苦 读书人说读书苦 哼 我要是当了皇上 就让他们换一换 叫种地的通通给我读书去 叫读书的通通给我种地去 看他们谁还敢叫苦 那不天下大乱了吗 三阿哥 咱们还是快点吧 阿哥 您要是误了乘客 我爹又得罚我了 停 我还没尿尿呢 慕塞盖子 停 停 来 四阿哥真是生龙活虎 大江东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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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contagious 小 Olivia 邓阿伍给师父请安 乌子给父亲大人请安 嗯 就坐 玄义 今儿个神课 你等足足误了半课钟 跪下 领法 夜惊于琴 毁于戏 行声欲私 毁于随 高山无路 秦为敬 喧海乌鸦 苦 苦作众 看你还晚来不晚来了 看你还敢不敢了 光之打 贵师傅 别打了 师傅从来不打 只是罚 贵师傅 你也太猛了 冬离可是你儿子呀 人在庙堂只有师圣 没有父子 皇上口谕 招三阿哥悬月 太子少保 魏成魔接旨 今儿个晨时三刻 皇上在文华殿 亲世种阿哥学业 招各位阿哥的师父同网 不得迟悟 皇上还说 哪位阿哥学问好 文章好 朕重赏 哪位阿哥荒叔学业了 和师父一同领罚 绝不堪恕 皇上 俄国菲的病好些了吗 娘娘她高烧不退 又是一夜未眠 皇上 阿菲啊 朕刚刚下朝 就赶来看你 朕瞧你这气色 比昨日好多了 皇上的头发乱了 让平且为皇上疏疏 拿梳子来 皇上 平且下辈子 还想为皇上说头 阿菲啊 朕和你一定会白头到老的 平且 平且知道自己的病 是不可知 平且真想做皇上的一根头发丝 永远地爱着皇上 可如今 怕是爱不上 平且 有个想法 好 阿菲啊 朕整个人都是你的 你想要什么 只管跟朕说 平且想要个孩子 平且最大的汉事 就是没给皇上生个皇子 婴儿 平且虽然受皇上捶爱 可每日每夜 每时每刻 都像是偷懒的 一不留人 就会灰飞烟灭 爱妃 等你病好以后 朕夜夜和你同宿 一定会让你怀上龙肿的 平妾现在就想要 平妾夜里得忙 说平妾如有皇子为计 平妾这病 就会不要而愈 任此冲邪 这么着吧 佟贵妃有两个皇子 二个和三个 待今儿文华殿停市之后 朕就下令让三个学业 入计成前宫 谢皇上 阿弥陀佛 皇上气色灿烂 映然浮光飘逸啊 秦孙大师啊 朕今日为阿哥们停市 朕请你来 是要你同场观世 暗中参读各位皇子的骨骼气象 看个谁最具有聪慧福寿 皇上的用意是 这些年来 朕对世外空门心持神网 而对于每日的朝政服务 却感到精疲力竭啊 朕想预先临选一位太子储君 一位有朝一日 国脉不知中断 皇上 贫僧 佛学浅漏 肉眼凡胎 阿哥们都是天之神器 平僧只怕眼力不及啊 何况太子储君乃国之大事 僧人更是不敢唐突啊 大师就不要谦虚了 说穿了 朕只是让你看一看 看一看谁最具有聪慧福寿 看看谁的命脉最硬 谁的佛言最厚 别的你就不用管了 好 平僧接旨 无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都平身吧 谢皇上 阿哥们 朕好生羡慕你们啊 朕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 就不得不登上皇位 从此以后啊 表面上是管理天下 可实际上呢 是被天下管制的 不像你们 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物圣贤书 好 读入习吧 谢皇阿哥 皇阿哥是天上的星星 地上的龙脉 寻常百姓不好好读书 只坏他一个 皇阿哥不好好读书 就坏了一方天下 是不是啊 大清几代先王奋斗不息 还有今天的海内一统 而今咱们满人入关 也几十年了 但是乾明余孽仍在 百姓人心不稳 阿哥们要记着 这曲天下靠的是公马骑射 但是治天下 却要靠文教科举 咱们满人的金阁铁马 虽然能灭掉 乾明的水陆三军 但是灭不掉 汉人的千年文字 灭不掉诗词曲父 灭不掉圣人之言 世子之心呢 怎么办呢 学 咱们满人要向汉人学 朕希望你们 不光在读书写字上 比汉人强 在公马骑射上 也要比汉人强 你们都是汉人 朕说的对吗 是 所以 朕为你们聘得的师父 全是汉人 也全是当今的宝寻名士 今日 谁考得好 师徒共赏 谁学业不经 师生共同领罪 学业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儿臣 你现在只是儿 还不是臣呢 皇儿对皇阿玛方才的话 有不解 朕早就瞧出来了 你放在说吧 以皇阿玛的意思 咱们满人是因为灭不掉汉人的诗词曲阜 圣人之言 才向他们学习 皇儿不解的是 如果能够灭掉呢 那还要不要向汉人学习呢 那你说那儿臣认为咱们学习诗词曲阜 圣人之言不是因为灭不掉他才学 而是因为他也是天道 这是谁教你的 为臣所教的 来人啊 在 车去进凳 朕罚你站着应试 喳 罚魏城伯半年的俸禄 为臣领罚 但为臣不知何罪望皇上明示 你诗诗俩可真是硬朗啊 朕罚你们还要问个为什么 好 等朕停事完以后 即告诉你们为什么 玄业若是学无所长 朕必罚你误导之罪 是 你呀 别看这些花开得这么茂盛 那也是盛极初衰呀 哎呀 这朵挺好看的 来来来 戴上戴上 多好看 好 丫头啊 你看那盘花儿 今儿好看明儿好看 今儿比明儿啊更好看 一天比一天好看 老祖宗见势不凡 奴才佩服死了 嗯 你呀就是嘴甜 来 丫头啊 给她浇浇水 这水浇多了也不行 哎 可是也得浇 你继续说呀 皇上今天都做什么了 早朝时 皇上搏了直立总督的折子 赏了内大臣索尼三眼花灵 搏什么折子 为什么要赏索尼啊 跟我说清楚 搏了直立总督参熬拜圈地的折子 赏了索尼是因为索尼六十大寿快到了 嗯 急着说 下朝后 皇上进了一碗稻米粥 几个早够 几个呀 两个 对 只进一个 为什么进这么少啊 嗯 哦 皇上赶着去承前宫 瞧恶娘娘 奴才觉得娘娘怕是 怕是怎么了 怕是活不久了吧 说呀 奴才听说 娘娘想任子充邪 皇上恩准了 让三阿哥过几个一城前宫 这事我知道了 不许跟别人说起 去吧 喳 大师啊 请为阿哥们参赌古相 怎么样 阿弥陀佛 以平身看来 阿哥们都个个贵不可言 尤其是三阿哥玄业 如何啊 如月注西天鹤立鸡群 圣上请看 他虽然站着应试 却气定神贤 朴素无华 心似古井 深容潘石啊 这 水夜啊 把诗卷上的文章背下来 一个字也不许错 古之学者必有诗 诗者所以传道授业解祸也 人非生而知之 孰能无祸 好 朕问你 这诗卷写完了吗 没完 华儿还有半截没写呢 好 把那一半再念出来 也不准错一个字 孔子曰 三人行 必有我诗 诗故弟子不必不如诗 诗不必贤于弟子 文道有先后 书页有专攻 如诗而已 好 下笔之前 也有成竹在胸 此座 此座 遮 阿哥们 你们都记着 好文章不在笔墨上 而在心坎里 心上有 笔下才有 得人心便捶千古吗 学业啊 朕点你为庭室的头名 你要何赏赐啊 我要宝宝的睡一觉 睡多久都别喊我 你累了啊 来来来 就在朕的龙椅上歇会儿吧 去吧 传旨 魏成魔进户部侍郎 赏银五百两 谢皇上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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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给老祖宗请安 哟 你这是怎么了 太后 请你给我做主 就让三二哥玄业 回到臣妾宫里去抚养吧 玄业身边有奶妈 有太监 还有师父魏成魔 不挺好的吗 太后 宣言剩下来三天 就叫皇宫里的奶妈抱走了 从此后 一堵高墙 如隔观山 臣妾又是一年半载也见不着儿子一面呢 到如今 到如今 怕是连儿子都不是臣妾的了 童妃啊 你是知道的 这二哥们哪 有专人教养 这是宫里的规矩 不假 这国法大于亲情 可是你想想 你生玄业的时候 还能在怀里抱她三天 可是我呢 我生顺之的时候 还没到三个时辰 就让奶娘给抱走了 你说 她没吃过我一口奶呀 也没在我怀里 睡过一个喉咙觉 从六岁登基到十四岁清正 哎哟 整整八年呢 我们娘儿俩呀 就没见过几次命 我想的想的 我心口直疼啊 为了见一次面呢 我这盼着节庆啊 盼啊盼啊 盼得我是心慌已乱的 你知道吗 这才叫苦呢 这世上的人呢 只知道 为娘啊 养孩子 那千辛万苦的 可是谁知道 像咱们这样的 你说这生了孩子吧 不让你养 这才叫苦呢 可是 可是太后 皇上要把 皇上要把玄业过继给恶姐姐了 没听说呀 那玄业是你生的 谁也躲不去呀 太后 你是知道的 自从皇后被废以后 皇上对恶贵妃是 是从头发丝儿宠到脚祸根 隔三差五的 警卫 封杀 害爷爷避宿 害爷爷避宿成前宫 其实 其实对这些我是不嫉妒的 我生气的是 她恶姐姐凭什么夺我的儿子呀 不会的 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太后 这恶贵妃是并撒娇夺人骨肉 趁其只是怕长此以往的话 这皇上不仅荒废了朝政 而且连太后您都会被疏远的 臣妾貌似问一句 当恶姐姐究竟是皇上的妃子呢 还是皇上的亲娘啊 闭嘴 你别哭了你呀 真是的 别哭了 不是 跟我走 来人哪 在 拿姐妹来 是吧 来 对 来 隐 hostage 小爷 年豫 家伙 不要惊悚他 来人呢 在 把龙羽抬往盛前宫 嗒 皇上 盛前宫可是恶娘娘的寝宫啊 朕知道 好 你过来 过来 开一下头 过来 让我瞅瞅头发 好 再转过去 好 转过去 回来 说你呢 过来 那边 走吧 我从海底来 找到 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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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还从来没人叫过我婆婆呢 丫头啊 来 牵着婆婆的手 到婆婆屋里去 婆婆那儿啊 有果子吃 你怎么到京里来了 我只记得 小时候家里有庭院 楼阁 小桥 流水 那一定读过书吧 读过 家父从小就教我琴棋书画 哦 那你给我读一段什么呢 唐诗 诵词吧 好啊 题目是什么呢 梅花 好 墙角树枝梅 领寒独自开 摇枝不是雪 唯有暗商来 丫头啊 你 真聪明 那你爹娘呢 村里头闹天花 好多人都死了 我弟弟和爹娘也都死了 来 到婆婆这儿来 来 来来来 牵着手 走走走 走 太后 哎呀 我有点累了 你慢一点 来人呢 在 来来来 把这个给我解开 解开 传我一旨 过来 丫头 文华殿停市之后 叫三二个悬夜 到我慈宁宫里来 是 来 来 来 我自己来 自己来 舒服 童妃啊 来来来来 我跟你说点事 来 来 来 如果你把悬夜 领到自个儿的宫里来养呢 这不合祖宗的规矩 那岳飞呢 他要把悬夜要到自己的宫里去养 那更不合祖宗的规矩 那 怎么办呢 要我说呀 我就把这个悬夜呢 带到我的慈宁宫里来养 我来亲自掌管他的起居和客业 多谢太后 这下你放心了吧 我替你养着这个孩子 等他十四岁以后啊 我连一根头发丝都不少的还给你 太后啊 这悬夜能跟着您 这可是我们娘俩天大的福分 说得是啊 太后 是个聪明的丫头 过来丫头 上婆婆这儿来 你看看 这一打扮 多好看啊 婆婆呀 也不问你从哪儿来 也不问你从前叫过什么名字 可是啊 打今儿起 婆婆 就叫你苏麻拉姑 从今儿起 我就叫苏麻拉姑 好听吗 好听 好听 那你以后啊 就住在婆婆这儿 把这儿当成家 成吗 成 哪儿 婆婆呀 还要给你找个弟弟 苏麻拉姑做得到 哎呀 真好 那你还不快谢恩呢 苏麻拉姑谢恩 哦呀 这样把手放在这儿 这样的 嗯 好 那你该不该给婆婆再重新说一遍 就说打今儿起啊 我既有了主子 又有了弟弟 我要像对待主子那样 忠心耿耿地服侍她 给婆婆再说一遍 从今儿起 我有了主子玄业 又有了弟弟玄业 我还有了婆婆 我要好好伺候主子 好好伺候婆婆 真好啊 真好啊 我这小丫头 你可真好啊 哎呦 婆婆喜欢孙女了 皇上 据贫僧所知 那张九龙踏 乃乾明皇帝留下 几百年来未曾移动 皇上竟将它 送给了三阿哥 贫僧真是无限感佩呀 朕哪 偏偏就不想做那张龙眼 这两个事成都快过去了 踢身怎么还没结束啊 丙太后 佟娘娘 佟娘娘 听事结束了 三阿哥玄业考了头名 哎呀 佛祖保佑佛祖保佑 哎呦 怪不多眼皮直跳呢 老祖宗啊 听见了吗 咱们玄业考了头一名呢 她人呢 丙太后 正在皇上的九龙踏上歇着呢 您先下去吧 是 丙太后 佟娘娘 皇上上把九龙踏抬往成天宫去了 为什么要抬到那边去 奴才不知道 退下吧 去 太后啊 这下您都瞧见了吧 她们现在真的要把 真的要把贫妾的亲身骨肉让给额姐姐了 太后啊 她们现在连您的一直都不顾了 如果长此以往的话 不但贫妾的亲身骨肉要被夺走 就连太后您的亲身骨肉皇上也会深陷成前宫的 老祖宗啊 老祖宗您去哪儿 成前宫 你不是要你的儿子吗 我得要我的孙子 老娘娘 老娘娘 老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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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请了 不是自个儿来了吗 娘娘 今儿这是怎么了 该不会也是有喜了吧 恶姐姐 既然你有龙肿在身了 就不要再抢贫妾的骨肉了成吗 通姐姐误会了 三二哥在文华殿上睡着了 皇上让把他抬到成千宫里歇着 待会儿皇上会来看望的 可是 可是我是他的额娘啊 应该抬到我的宫里才对啊 成千宫去文华殿近些 文华殿 我看 我看是离皇上近一些吧 恶姐姐 你仗着皇上对你恩宠有加 就想把玄业过几过来 好日后当什么皇后 恶姐姐 我不和你争什么皇后之位 只求你把玄业还给我好吗 得了 都给我住口 快过来看看孩子 你看看这孩子是伤了神了 得有个可行的人事后他才是啊 不能总由着那些师父和太监们 丫头啊 来来来来过来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三阿哥玄业 他既是你的主子又是你的弟弟 你往后啊得好生的照料他是不是 是 是 主子 天花 你说什么 婆婆 不错 竹子得的是天花 宫中不会有恶疾 丫头 不可乱说啊 丫头不敢乱说 我弟弟出天花的时候也是这模样 村里的孩子出天花的时候都是这模样 尹尹尹尸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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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 传我的意旨 宫中所有的阿哥和格格 背了背子 在日落之前 速速回避 必斗离宫 皇上是金文王转世 命里有大善根 心中有大智慧 天赋佛性 不学而自明 因而为天下至尊义 这么说 朕前世就是一个僧人 非但前世为僧 今世早晚 也会重归佛门 朕身为大清国君 虽然有心向佛 却无法超脱 那是因为皇上 臣缘未断 这地位是一把黄金锁 朕六岁登基 名为君临天下 实际上是被天下 所住啊 皇上 皇上一定不是将九龙踏 送出去了吗 宫 宫 宫 后勤 她是有祸似的 太后懿旨 所有阿哥哥都为了妹子日落之前 全部必斗离宫 朕四岁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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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娘急想 皇上 威儿听到号警 极猛赶来试驾 皇上 皇上 天花 天花 不许胡说 宫里哪来的这种冤念 那你的阿妃得的是什么病 太医说是重症风急 一时难以痊愈 为什么玄义的病症和她的一模一样 你给我说清楚 难道真的是天花 皇上 就是这丫头 这丫头刚刚召进宫来的 她弟弟得的就是这个病不知而亡的 所以 所以 她一眼就认出这病是天花 我看 我看就是你把恶极召进宫来的 来人 我来扫除病患 把她拖出去给我犯了 这儿 来人哪 在 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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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人哪 我来人哪 我来人说 我去找他 他说 你会做什么事 我去找你 又去认识 你 hour 你去找你 我去找你 你没闹 你家 我来人家 传太医 快点 快点 来来来 这儿 怎么样了 童妃啊 你说对了 她最疼爱的不是我这个母后 也不是你的玄业 更不是你 她的命根子 是那个黄花半老 叫父在家的恶妃 这儿不是咱们待的地方 把玄业放在家 把玄业抬走 抬到我宫里去 我要亲自照料她 来人 把玄业抬走 快点 快 快 快挖快挖 快点 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 一会儿把这个脚杂子 多埋了 拿个布袋 给它套上 快点 快点快点 弄点石灰 放在头上浇 快点快点 多浇点 多浇点 快挖快挖 快挖 快点 快点 快点快点 一会儿把这个脚杂子 活埋了 拿个布袋 给它套上 快点 快点快点 弄点石灰 放在头上浇 快点快点 多浇点 一会儿给它活埋了 停下来 来来来 给它捆紧点 捆紧点 再交点石灰 一会儿给它活埋了 捆紧点 停下来 住手 我有举意 小魏子 你不好好伺候三二个 靠这儿干什么来了 五爷 你们想干什么 这是宫里的规矩 你问也别问 给我滚开 停下来 我有旨意 去去去去 你有狗屁旨意呀 旨意呀 在爷这儿 一边去 我找着他们了 他们在这儿呢 快来呀 放肆 要是抗旨 就连谁一块儿灭喽 你要灭谁呀 太后 祖妈在那儿了 太后 这边院子 我怎么从来没来过呀 奴才知道 奴才该死 求太后赐罪 这丫头怎么了 把她给我放了 这 犯人 这 快快快快快呀 这么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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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 婆婆 丫头 你跟我说实话 你自个儿出过天花吗 去年 我和弟弟一同出天花 弟弟死了 我命印 活了过来 婆婆 你知道 人一辈子只能出一次天花 熬过来了就终生不染 我怎能将恶极带进宫呢 是啊 这不能怪你呀 丫头 起来吧 谢婆婆 这丫头进宫之前 恶妃就染上了 那悬疑是怎么染上的 不管怎么说 我是不能再留你在宫里待着了 婆婆 你得出宫去 小薇子 在 来 你呀去拿一些吃的 穿的 还有一些盘缠 送这个姐姐出宫去 走 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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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别喊了 你记着 我不是你婆婆 我是太后 是当今皇上的母亲 母依天下 四海为尊 不过 你要真想喊我婆婆 你只能在心里面喊我婆婆 在嘴上千万不能喊我 婆婆 不然的话 我不杀你 有人会杀你 懂吗 上路吧 给我拿镜子来 娘娘 您仍然是花容月貌 还是好好浆洗吧 朕就不信你 这朝廷里是应有尽有 就配不出几味对症的良药 朝廷白养活你们了 这句废物 我告诉你们啊 艾妃要是死了 你们一同寻在哪儿 皇上 老臣叩见皇上 苏尼亚 谢皇上 皇上 众臣公都在养心殿后旨 请皇上速速临朝议政 教堂都退了吧 朕心乱如麻 今日不吵 皇上 朝日一日不可悟啊 各部各省报来诸多集物 需皇上预批啊 索尼亚 你是有其有子之臣 朕也是有其有子之君 朕那艾妃与阿哥生死存亡之计 朕五国内如坟呢 你们就不肯见谅吗 就不准朕凶朝几日吗 退下 皇上 皇上 皇 太帅了 prototype 李永浩 已是 大夫 在书中 何言 平前知道自己的病是不可救的 求皇上不要再难为太医了 平前唯一的恨事 就是没能为皇上留下一位骨肉 爱妃啊 你就是朕的亲骨肉 平前 求皇上领见师 其一 求皇上保重龙体 善待同妃娘娘 其二 求皇上大赦天下 宽恕所有的太医 朕没有你 就没有天下 朕不想要天下 只想和你白头到老 来 嘴张开 把那给我停了 再招太医来 奴婢去过了 太医们都被皇上居在上书房里 不得外出一步 不得外出一步 这可真是要了媳妇忘了娘 也忘了自己的儿 我就不信这个邪 童妃呀 你这是怎么了 你是真心向佛呀 还是脸急抱佛脚啊 太后 只要朕佛祖 能救回玄业 和恶姐姐的命 我 臣妾愿意 愿意归于佛门 跟真的似的 你明明是在骗佛祖啊 说假话呀 你想救玄业是真的 想救你恶妃姐姐那是假的 你不是一直都想当皇后吗 入什么佛门 有这个必要吗 你以为我瞧不出来呀 口是心非 太后 我 我 我说你呀 你哭什么呀 我告诉你呀 我信佛 所以呀 我跟佛祖啊 从来不说假话 我要说实话 知道吗 不过今儿个呀 你可以替我呀 向释迦牟尼佛祖说 就说是我的意愿 我要玄业活着 让那个恶妃姐姐呀 去她该去的地方 我说你 你别老跟着我 我告诉你啊 那释迦牟尼佛祖 他愿意帮我就帮我 他不愿意帮我 那就算了 本来嘛 这人生啊 就是前世因缘 是命里注定的 恐怕求是求不来的 明白吗 明白了 不过我相信咱们的玄业呀 她命硬 别哭了 回去吧 可是太后 请啊 贫僧 承请皇上圣安 大师啊 我可是候你多时了 坐吧 贫僧等候皇上召见 也等候多时了 朕相请大师 为厄妃刑法驱急 皇上 贫僧有话 不知当不当 禀告皇上 讲 贫僧深知 皇上素有谗心 倾心向佛 而厄妃 是皇上在人世间 最后一群沉缘 皇上爱他 胜于爱天下 此次贫僧 贫僧施法 厄妃如能得救 则功不再贫僧 而是天意吉祥 厄妃不不救 则功也不再贫僧 而是皇上的臣氏姻缘 对 请高僧务必救救厄妃 如果厄妃死了 朕也不想当这个皇帝了 阿弥陀 阿弥陀佛 贫僧临旨 请众僧徒入殿吧 喳 请众法师们入殿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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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红长大人 中堂大人来了 中堂大人 中堂大人 开封府四百里挤爆 所报何事 上游连降暴雨 皇河六处决堤 无羡百姓流离失所 这 这 北枕细论之事 朝廷可有经库 代义 代义代义 山东河南的灾民政党 皇上可有旨意啊 乃义 不能再等了 灾民就要进京乞讨了 没有预止 谁敢擅自砖断 下去 中堂大人 皇上多日不朝 只顾着和僧人为伍 如此下去 朝中大乱啊 齐指朝中大乱 天下都要大乱 老拜 你可有胆量啊 请中堂吩咐 随我闯宫觐见 这韩 为中堂马首是瞻 走 走走走走 大乱出来了 出来了 好 大乱出来了 一定要 Со饷 我走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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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ul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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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在为恶娘娘施法驱邪 太后 皇上她 太后 她疯了 她疯了 火花乱枝 亵渎殿堂 背座 背座 太后息怒 皇上请心向佛 一同申令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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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慢走 请太后圣安 你们来干什么 太后朝日已耽误数日了 各省各不愿的很多急物堆积如山 老城万般无奈 却一闯功尽见 难得还有你们这样的忠臣 不过你们没必要进去了 太后 传我的意旨 即日起你和敖拜 领着内阁大臣们接管朝政 暂停皇上的诸批 改行内阁的蓝批 所有紧急公务 着你等急发急办 太后 听诸批兴蓝批 可是朝廷万级时的非常之举 也想正是大庆万级 也正是非常之举 太后老臣老臣万分惶恐 怎么 我就做不了这个主萌 臣等临职即刻接展朝政 这就对了 有我在 这天踏不下来 这天踏不下来 这儿 孙儿啊 祖母在呢 祖母来了 黄祖母 老祖宗 我快死了 孙儿不会死 不会不会死的 不会的 黄祖母绝不能让孙儿死 你长大以后还得做大事呢 你知道吗 听试完了吗 听试完了 孙儿得了头名 你看看 你看看 多争气呀 黄祖母 我不想读书 我想抱抱地睡一觉 抱抱地睡上一觉 睡上一觉 祖母啊 就一直坐在这儿 孙儿陪着你啊 睡吧 睡吧 太后 回去告诉皇上 玄业好着呢 他还没死呢 奴才不敢 奴才方才听说 有个丫头身负草药 要进宫救三阿哥 已经跪了一天了 奴才觉得他不知轻重 不敢多嘴 他叫什么 宫尉说叫苏玛拉姑 请他进来 请他进来 婆婆 过来是你呀 你竟敢夜闯进宫 是什么样的念头 是你如此大胆 这药叫极极草 老人说能治很多恶极 何以见得呀 村里的牛病了 会进山找他吃 吃了百病全消 放肆 牛吃的东西 也敢拿进宫里来 闹天花时 老人就拿他熬药 有效吗 就活一小半人 这宫里的太医多得是 难道你 来人 取草煎药 快过来 把药拿过来 太后 药成了 丫头啊 你自个儿斟酌好了 如果玄夜不服此药 不治身亡 你也无罪 一旦服了此药 如有不测 老天可要灭你九族 知道吗 太后 丫头的族人 死的死 散的散 只剩下我一个孤女了 我就是泉族 给玄夜禁药 太后 宣夜已经喝不及药去了 把那嘴给我撬开 往里灌 我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这样的 来 我就是你 我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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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这样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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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太后 皇上被恶妃迷得七颠八道 如今三人也在霍乱殿堂 要我说 这些都是恶姐姐 这个汉女人的罪过 你别恨你恨女的 这跟恨你没关系 她已经是由浸灯窟了 你还是这么恨之入宫的 太后 贫妾只是为祖宗规矩着想啊 未必吧 你是想当正宫娘娘 受皇后大保吧 太后 童妃啊 你入宫多年了 现在已经高居贵妃之尊 你有今天也不容易 做女人难 做皇上的女人更难 这我知道 可是你啊 不能为了得到皇上的恩宠 总是跟内宫里们的嫔妃们 争强斗胜的吧 你斗到哪天是个头啊 是吧 你听我说一句 这女人啊 昨日风情万种 明日人老色衰 我看你啊 还是做一个温良贤惠的妃子 那才是唯一的福寿之道啊 臣妾谨遵太后教诲 那几几草还剩多少啊 给承千宫送去 我看哪 那个恶妃怕是不行了 太后 您不是说过吗 这恶贵妃 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随便她去呗 你看看 那皇上要是知道了 咱们有这种草药 救了玄业 不救恶妃 那日后 皇上岂不恨死你这个 当妃子的了 那 贫妾这就找人 给她送过去 不 你得亲自送去 还得送到皇上手里头 你告诉她 这几几草是专给牛吃的 别的 你就甭说什么了 是 还有 那个僧人叫什么来着 叫 叫行僧 行僧 好一个行僧哪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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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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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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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老臣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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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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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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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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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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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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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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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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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